第二个问题 请问师尊 佛说肃命论 也说利命论 师尊在第二八四册 屈信老生肃心怀的大善一大修行 提到二者要双命 但是另一方面有说 佛能知无穷事 是不是说佛能不出猜错的 知道未来世界任何一切大小事情 包括利命后的结果 因为如果是的话 这几乎就意味着佛知道一切宿命 跟利命的结果 也就是说佛的眼里一切都是宿命 这样和利命学是不是有矛盾 我告诉你没有矛盾 什么是利命 什么是宿命 宿命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不讲宿命 他反对宿命 他认为 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使命论者 认为一切都是命 那就好像是说 那我不用太认真去学法了 反正就是命嘛 一切都是命啊 也不用修行了 反正一切都是命啊 就随命运走啊 命运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啊 那佛是反对这样子的 这是宿命论 既然我生在哪里 那就是哪里 命运就是哪里 那么他问的问题也是很神 这似乎就意味佛知道一切宿命跟利命的结果 也就是说佛的眼里一切都是宿命 这和利命学是不是有矛盾 我认为没有矛盾 这个矛盾很难讲 真的是很难讲 因为由于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感觉到 我们学洪水的知道 磁场对的话 你就会很努力很精进 磁场不对的话 你想努力 你都努力不起来 人就很懒 每次坐在 法座上 你就是一定要打磁睡 一定要睡着 每一次修法一定要睡着 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振作一点 也振作不起来 但是磁场不对 磁场对的话 你很容易融入 这跟地理又有关系 但是 洪水里面有讲 福地 福人居 这个人 福混到了 他随便去住一个房子 他就发达 这叫福地 福人居 你这个 你这个运气不好的 你就是算你 风水算得很准 这个房子非常好 很利于自己 你搬进去住了 结果呢 来个地震 把你地气前震走了 这好像又有一点宿命 有点宿命 但是佛陀是不主张宿命的 过去世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也是在过去 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就在禅中就讲了一句话 当下 就是当下 就是当下 你就是把这个当下 把握住就好了 其实当下 也是一样会变成过去 所以金刚经就是讲空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过去的 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哪里有当下 但你不得不当下 当下怎么样 当下你尿急 你飞得上厕所不可 当下我尿急 我飞得上厕所不可 对不对 那你飞得上厕所不可 想一想也是 当下也实在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跟他讲 宿命论 就是一切都是天丁 立命论 就是当下 你当下很认真 你就成就了 抓住每一个时候的当下 你就会成就 你如果相信宿命论 你就什么都放弃 就没了 所以 虽然 佛知道过去 现在 未来 但是他仍然是当下的 这两个要双因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是跟马来西亚 莲花静心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